有一次我進入一個情境 那個情境我收不上來 都感覺很熟悉 在屏東一個山 看到一隻應該是藍護血 他就說我 這竟然不怕我 那個情境很美 我就突然有一種衝動就是想哭 我有時候發疑說 我的前世會不會是原住民 因為我很奇怪 因為我家以前有遺傳 天洋遺傳 我請了很多 我們請了很多的原住民 我很喜歡看那些原住民 我都覺得他們的名字都很好看 他們那個線條那個感覺 我都感覺都很熟悉 我就特別喜歡原住民 真的很奇怪 所以我那些年 我有時候常到部落去 我都感覺蠻好玩的 尤其我很喜歡聽他們說話 他們講話都很好玩 他們講話那個腔調 那些講話那個模式真的是很好玩 所以我就想說我的前世會不會也是原住民 就是心理上會有那個感覺 好我們大家一起來 開始 好 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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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好 來 男生 這個男生 好 人不僅僅是他自己的 他是 好 可以 他是 他 木 雙木 雙木 我所見的全部 是流向花者千千萬萬 是大地 是重災俊 是萬惑 真骨 謝謝 還有下一段 去感受 去感受上天的愛 然後 你將 發現 樹 天空 星星 所有的人 生物 有著 神奇 生命 活現的關係 你將感受於他們而為一 謝謝 開始 神 你不僅是他自己而已 他是 他雙木 所見的全部 是流向他的千千萬萬 是大地 是重翻俊 是萬惑 去感受上天的愛 然後 你將發現 樹 天空 星星 所有的人 生物 有著神奇 生命 活現的關係 你將感受 與他們而為一 好 來 這一位 因為我看你擠了很多次手 等一下那個 看彭聖的男神 我要靜靜地看 看雲 看天 看水 看山 看草葉 看花瓣 我要靜靜地看 看完了 再去玩 小草排隊 站在牆角邊 不知道在等誰 只看到風來了 他們就不停地笑 陽光來了 他們就不停地笑 笑著笑著就長高了 唉 裡面的這個腔調 跟這個詩的一定是有一點氣 你可以感受到 好像 你真的就這樣跑著去玩 因為你很滿足了 好 開始 我要靜靜地看 看雲 看雨天 看水 看山 看草葉 看花瓣 我要靜靜地看 看完了再去玩 小草 還可以站在床角邊 不知道在等誰 只看到風來了 他們就不停地笑 陽光來了 他們就不停地笑 笑著笑著就長高了 來 那個男生 好 稍微再長 你時而唱歌 歡笑 時而又悲嘆 哭嚎 我們能聽見你的聲音 卻見不著你的面貌 對於你 我們能察覺出 卻看不到 你仿佛是愛情的海洋 淹沒了我們的靈魂 捕慰著我們寧靜的心 你逢山而生 欲骨而降 在圓圓上 則伸展開來 浩浩蕩蕩 真實 可看出你的剛毅 堅韌 將時可看出 你的千功 已讓 伸展時 則顯現出 你的心靈靈靈 好 謝謝 來 我們開始 你時而歌唱 看相 時而又悲嘆 哭嚎 我們能聽見你的聲音 卻看不到你的面貌 對你 我們能察覺出 卻看不到 你仿佛是愛情的海洋 淹沒了我們的靈魂 撫慰著我們寧靜的心 你逢山而生 欲骨折降 在圓圓上 則伸展開來 浩浩蕩蕩 生時可看出你的剛毅 天忍 天忍 將時可看出 你的千功 讓伸展時 則顯現出 你的千明 好 來一位 咦 那也不能啊 這一位 要比哪有嗎 這裡還有 有一颗爱讲话 身上有很多很多嘴巴 有一颗树爱跳舞 手爱脚 摇上摇下 摇左摇右 还有一颗好爱书 就是头红着脸 头红着笑 发现春天 春天在生命 暂动了嫩业与心辣经 春天在 正与长飞变变壮壮的 六秒身上 春天在苦练树 忽然开展的每一个 紫色的小棕林 各位朋友 谢谢你如果来念情诗 一定很难听 你来念习字某的诗 一定很难听 好 开始 有一颗树爱讲话 身上有很多很多嘴巴 一棵树爱跳舞 手和脚摇上摇下 摇左摇右 还有一颗好害羞 随着头红着脸 偷偷地笑 春天在 生命战动的嫩叶与心牙间 春天在 正与长飞叠叠撞上的 幼鸟身上 春天在 苦练树 昏然开展的每一朵 紫色小花里 各位 这个是我那时候晚上爬山 拆山的时候 我的心境就是这一首诗 好 哪一位 最后面那个穿黑色的女孩子 就是你 对对对 现在这个应该是性子的 这一点没有了 就准备性子 我的心感冒有点沙哑 愿 我愿是满山的杜鹃 只为一次武汉的春天 我愿是烦心 折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我愿是千万条江河 流向尾翼的海洋 我愿是那月为你在一次圆满 如果你是岛屿 我愿是环抱你的海洋 如果你张起了你的船帆 我愿是轻轻吹动的风望 如果你远近 我愿是那路 准备了平海 随你去到远方 好 谢谢 开始 我愿是满山的杜鹃 只为一次武汉的春天 我愿是烦心 折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我愿是千万条江河 流向唯一的海洋 我愿是那月 为你再一次圆满 如果你是暴雨 我愿是环抱你的海洋 如果你张起了帆帆 我便是轻轻吹动的风浪 如果你远行 我愿是那路 准备了平海 随你去远方 好 哪一位 男生 总有一些东西是细水长流的 生命走得太快 许多擦身而过的风景 都来不及细数 化成一股微妙的烟 不见了 可是有些东西不会变 在岁月的河床里 从记忆的上游 慢慢流淌着 变成一桩桩 动人的故事 谢谢 好 开始 能有一些东西 是细水长流的 生命走得太快 使得擦身而过的风景 都来不及细数 化成一股微妙的烟 不见了 可是有些东西不会变 在岁月的河床里 从记忆的上游 慢慢流淌着 变成一桩桩 动人的故事 各位 慢慢接近尾声的同时 我是要去想说 我这条命贵 怎么可以留下来 我在两年前 我转移到骨头的时候 然后没有多久 又经过半年 医生又宣布 又转到髋关节 是说没命 那时候就很痛苦 那我就想说 会成功找方法 那心里的那种伤痛 你要怎么去聊它 我做一件事情 我用三天的时间 然后把人家写给我的卡片 写给我的信 我全部做真理 真理我全部把它阅读一次 后来一边 他一边卡位 然后三天以后 我装了两大箱子 我发觉写给我的卡片 既然大概有那么厚 还有那个信 我就把这十几年来的一些信件 把它整理起来 我就交代我的儿子 这些信 这些卡片 如果我真的走了 就让你们看 你们看这个 爸爸能够留下来的 不是有多少财入 而是 爸爸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朋友 那个就是给我很大的力量 在所有真理的构成里面 我看了两封信 让我很感动 一封是陈老师写给我的信 然后送给我的东西 另外一封 是我公司的一个同仁 写给我的信 等一下 我把这两封信 把它秀出来 也邀请你们来念 还有 我等一下有一个影像 是 苏董 在我治疗的同时 他上异山 然后他上异山以后 他帮我跟三神祈福 那跟三神祈福的同时 那一天 早上七点多 他打心动 给我 各位 我平常行动 不大可能七点多开机 除非是我那一天晚上 前一天晚上 我换了冠军 不然我大部分都是八点半 之后才开机 可是那一天很奇怪 我只知道 让主统要到137 但是我不知道他会打电话给我 所以我就睡醒就突然一个动作 然后你开我的行动电话 一打开没有到五分钟 电话铃响的 怎么会这样 主统打电话下来 那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他不只跟我祝福 还有他的同仁也都一起祝福 那我就想说 我应该没有那么快死 人本来就不会死 是什么 因为陈老师我公司的同仁 那个 主导 他们三个都把我们的一山三臣 各位 都把他们求啊 我不知道三臣有没有答应 但是我看这三个人也好 三臣应该也会放我 他们也好 所以 没有死 没有 马上死就是因为三臣有听到的 那真的是很感动 所以 我想 这个就是他们写的 因为 牙医太大 所以我就把它 同仁 你看这个 这个是送给我的那个 那个孤立岗目 那陈老师送给我的是 一山的时候 那 我要邀请 来 来位 这个先邀请 来位